第一件事,我在過去幾個禮拜提到的一件事 我們今年商品是玩金不玩油,去年是玩油的 但油到這些位置,我反過來 冬天不是很冷,經濟好像沒有預期那麼差 但都是玩樂當中,油其實是挺難搞的 但金,始終大家覺得美國會放慢加息 停止加息,美元有機會穿100,等等的原因 以及一些地緣政策風險等等 似乎金的直播率是高了 不過在我講這些說話的同時 如果大家記得三個禮拜前我們提過 我反而會想的就是A股和黃金 但講完之後,其實兩者都是上升了 所以我想大家都錯過買入價 如果黃金來計算的話 我當時應該是說150 但考慮到星期五的就業儲存數據的話 另外驚驚地,美國是否會有機會繼續加息呢? 甚至乎美元是否是101就見底 短期會抽高呢? 這對今屆有實質上的影響 所以我會這樣說,大概100-150左右 我覺得可以考慮黃金相關的投資 但花開兩瓣,究竟黃金相關的投資 是指金、招金還是2840這些黃金ETF呢? 兩者是會有些不同的 但如果你說我都是中場線看好金的話 第一,我想100-150可以留意 第二,你又不要覺得短線會大升了 因為始終大家會困擾著 經濟好像沒有預期那麼差 加息是否會繼續來呢? 這個困擾就會對美金帶來支持 亦對短期金價帶來回調的壓力 所以你分住買黃金投資的話 就應該是看中線一點 就不是想著今天買,明天爆 我覺得出了星期五的數據就會比較難一點 就開始了